本土确诊人数虽然每日上看几千人 不过从今年开始 大部分个案有99.5% 属于轻症或无症状 为了维持正常生活 行政院在24号的防疫会议上拍板通过 将会缩短居隔天数 针对匡列范围也会再调整 现行居隔制度是10加7天 行政院规划将居隔天数缩短为3加4 也就是三天的居家隔离 加上第四天起快筛 如果是阴性就能够外出 但必须全程戴口罩 不能够在餐厅内用和参加大型活动 不过指挥中心补充 缩短天数是初步共识 但细节要在25号和地方政府协调 再透过专家会议讨论 都同意后才会实施 行政院这样的规划里面 还是把隔离跟筛检混合使用 所以我就觉得说 必须筛检为主 可能这个在三加4之间 还可以有一个就是说 连续筛检目标 如果是阴性那就可以解隔离 居隔天数渴望缩短 不过新北市长侯友已回应 只是居隔天数减少 但行政作业流程并没有少 必须让整体居隔转型 以居家快筛 加上自主健康管理 才能够让公卫人力 集中照护确诊病患 降低中重症个案发生 如果中央同意 新北市会愿意率先事办 一次到位 TVM全家武汉鲁卫星 台北综合报道 掌握全球情绪 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